我們一款剪成樓庫的座 然後就是後面 我們現在寫實話是文明的 文明 沒有那個字嗎 對 你現在是在說叫中文 還是叫女士 鋪上花布野餐店 烹其美味的魷魚瓶炒米粉 台北市官傳局長簡魚業 跟作家漁夫一邊宣傳美食新書 台北時時通 兩人也不忘互虧展現好交情 這一本台北時時通 以親手做料理 帶來溫馨感為發想 來自南部 叫做饕客敏感度的漁夫 將三十年來 在台北走透透發現的料理好味 透過文字 將飲食升華為文化跟歷史層面 我剛剛看過老張的這個燒餅 是 那時候老張的人生哲學 他在做這個燒餅的時候 他現在的人生是 抱著一種 一個不淡然 膽淡過的這樣做 所以他其實能不能追求 他只是造作後來 會比較適溫 那我那時候會比較想 人家說 我們人是只有這種冷冷的意思 我為什麼要 一輩子都是 一直都是在做這個而已 他人到諾群喝咖啡 或到明星湯喝咖啡的時候 喝下的其實是一個感覺 那是我們生活的品味 尤其這一次米其林的評審 還有他們總監來到了之後 他是對大家說 其實他們吃的不只是壯化 也不只是滿貴的菜色 米其林他們強調的是說 他們吃的也有小吃 因為他們重視的是新鮮在地的食材 以及這個食材 跟台灣這塊土地的連結 從先前出版的 未到台北舊城區到台北實施通 透過名人帶路 北市府努力打造 台北成為好玩又好吃的旅遊城市 未來觀傳局也將透過一連串 廚藝教室活動 讓中外民眾更認識台北的好滋味 記者顧參詠 最棒棒棒